新聞繼續來看 市港議市政府已經變了以前 就要從明年度開始 全民來實施國中修行的營養午餐勉費的政策 在最近這三年 全年在在推動市民人數進出實施 營養午餐勉費政策的家議市議員 五月和五月和五月人八月 結合是交開記者會來感謝市長五月和鄉親的支持 鄉親這一切都是人民 領利用其體的典型的性格 不過占對著同款市政府認出 行務的市民運動中心 到現在一完沒下完 兩個人也共同他們繼續來農到 最近三方 全地推動市民販務認出 政府是市國中修營養午餐廳的政策 和平均黨市民運動中心 中意跨到性格 同意市議員 吳靖南 吳露肥北京 適合在聯合法組合去記者會 共同同一期 總對明年度三民是市國中修營養午餐 賣費的政策 還有黨府市民運動中心 也開始進行規矩 這都要感謝 同意市長五月和鄉親的支持 我認為說我們推出這個計畫 是一個不可能完成的夢想 但是因為我們歷經三年的街頭運動 市民連署 我們今天做到了 爭取到東區的市民運動中心 還有明年開始 我們國中小學學童的營養午餐 就正式免費了 所以說我認為我們堅持是對的 那當然也要感謝所有參與市民連署的 這些鄉親跟里長 還有就是肯定市長的認同 機關 陰路群 陰正南 因為連署推動的政策 已經有記者身上 是自民 兩人的典型 在單位當中全員就感謝 但是對3区市民運動中心的 行見優雅又沒有下文 表達威嚇 當時公長還會繼續來推動連署 要讓連署的身材 為支持行見最大得到 管理營養午餐和市民運動中心 我們本來就要出來 每一會出來的選舉 我們都有提出幾位 這位就是說台北市 人家有十幾個区 就十幾個市民運動中心 都家裡只有兩個区而已 所以我們就是說 軍運動中心一定要做 那是息來的 你息來我四月嘛 息來的很欠 我們也期待說 我們西區的市民運動中心 可以借用我們全民連署的力量 然後可以作為他建立 西區市民運動中心的一個力量 希望陰路非強調 現在政府行見市民運動中心的連署 驚訟已經超過7萬5千分 未來優惠的持續來推動政府連署 也希望市民朋友可以擁有財務 典現人民換個得到 也很早來持續在乎市民運動中心 西新新聞 聽說明王秋山 加義智 蔡宏博德